大家好 先來介紹一下這次的主要主角 Hero9 那這次盒裝的話 原廠的話它是有一個環保概念 因為以前的話會有一個塑膠很紅 塑膠透明的那一種 那這次的話收到產品是長這樣子 拿出來的話是直接送一個收納盒 它是硬盒的 那打開之後就是主機的裡面的盒裝配件 那裡面的話會有一條充電線 連接底座 跟一個螺絲 然後還有一個快拆底座 然後還有一台Hero9 這樣子 它的主要外觀的話跟8代有差別 所以它的體積比較大一點 主要是這個鏡頭 這個8代的話是不能拆鏡頭的 9代的話它是可以拆鏡頭 那這個鏡頭的話要轉開的話是直接把它扭開 這樣就可以拿起來了 那之後這邊的話可能會出一些別的 鏡頭的模組可以去做切換 那要關的話一樣是按著然後再把它轉回來 就可以了 那後面的話 像Hero8的話它後面的螢幕是這樣子 9代的話也是一樣 但是就明顯的它的主機比較大一點 那開機的地方的話是在側邊這邊 9代的話它的前螢幕它是彩色的 8代它是黑白的 那黑白的話它只是顯示一些基本的資訊 9代的話它可以像我們要自拍的時候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畫面 那它在前置螢幕的時候你滑下來這邊 一樣可以有四種功能可以選 XX的話是關閉比較省電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跟8代一樣可以顯示基本的資訊 然後顯示畫面的話有兩種 一個是你看到的畫面全部都拍進去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是全螢幕這樣子 主要差別是這一些 然後它是觸控模式的跟8代一樣 左右滑動的話可以切換它的模式 或者是按旁邊的電源鍵 按一下的話一樣可以去做切換 那這次主要更改的地方的話 第一個是這個鏡頭 然後跟主機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的話是這個開關的地方 8代的話一樣是從側邊把它往下拉 然後9代的話它有一個特色是 8代它在關的時候要壓著再把它推回去 9代的話它是直接壓到底 有壓到底就會直接扣回來 這個的話是有一個優點像8代的話它會變成 有一些人他可能沒有壓到底就關了 就變成說它會進水 那9代的話它是壓到底它才會自己彈回來 那影片的話它這次是升級可以錄到5K 30幀 8代的話是4K 60幀 那9代的話一樣可以切換 長按進去的話這邊就有幀數可以去做調整 然後它有一個新的功能的話是這個拍程拍攝 這個就是預錄模式 那這個你可以自己去選擇一個時間 例如說你可能去錄影 山上錄影然後你要拍日出你可能爬不起來 你就可以選一個時間讓它自己開始錄 那時間上的話這邊有一個時間長度 它可以自己選你要錄多久 那錄完的話如果你怕它一直開著會浪費電的話 可以由上往下滑然後往這邊滑過來之後 然後這邊有一個偏好設定 然後在一般裡面這邊有一個自動關閉電源 再選一個時間讓它自己關機就可以了 這個是啟用MAX的一個特色 MAX的話它有水平鎖定的功能 那它在右下角這邊點開 這個是有開啟的這個功能 如果我先把它關掉 像我們在錄影的話它就是 畫面會旋轉 那我如果有開啟這個功能 打開的話它是固定的 它不會旋轉 是這樣子 它不會去轉動它的畫面 這個是它新增的 九代的一個特色 然後在這個 Handside這邊的話 它這個的功能的話就是 像iPhone那種Livebooth的模式 那你在按下去快門之前 它其實已經開始錄了 你可以選擇15秒或者是30秒 這邊縮時的話 它在八代的時候就有這個功能 有防手震的這個移動縮時 那它八代的時候它可以 開始錄的時候它中間一樣有這個可以點 點它現在在縮時 然後你點一下的話它會變正常錄影 八代的話是不會錄時間 九代的話是你按切換成正常錄影的話 它會錄時間 錄那個聲音 會錄聲音進去 這樣子 再按一下就停止 然後它的模式 要看影片或檔案的話 就是由下滑上來 影片它會自己開始播 這樣 那我現在切換成一般的模式的話 它會播它會有聲音 八代的話就沒有 然後八代的介面的話 它是在同一個地方 一樣是由上往下滑 它只有同一頁 要設定的話就是從這邊按進去 那九代的話它是有多很多快捷鍵的按鈕可以選 那如果要進去設定的話 它是滑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偏好設定進去 那八代有機會更新嗎 因為這個畢竟是軟體介面 對軟體介面的話 從以前到現在沒有更新過 沒有 介面都會是 就原本是什麼樣 它就會什麼樣子 對 對 主要功能是差這一些 對 那它的配件 就是原廠介紹這些配件 它會一起推出嗎 呃 配件的話目前還沒有正式推出 像它的單買的電池充電器 或者是防水殼那些 它都跟八代不通用 對 那目前的話 我們是只有先到主機 對 那配件的話可能就要等之後 看有沒有一個時間 就是一起在販售這樣子 下面這個是做什麼樣子 這個的話就是連接配件的一個角 它是做摺疊式的 它是這樣直接拉開 那這個用意的話 就是要像這個這樣子 我們的配件就是用這個 2X接3X再鎖進 對 因為從八代開始的話 就是這種設計 那它的好處是 像八代跟九代 它可以放矽膠套 可以直接掛脖子上 那這個就可以收起來 對 那它這是有持扣的 所以它不會掉下來 那換電池也比較方便 好 那八跟九 它的電池容量差大概多少 呃 九代的話它是提升30% 續航力提升30% 那電池也比較大顆 九代的話 單機這樣盒裝的售價是16800 對 那五代的話 現在是14500 對 喔 謝謝 不會 謝謝 怎麽 個月 smoke 用盡 呢 од